Hello Now News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Lisa 我從小是一個運動員 然後到現在例子想當一個國手 然後也是一個三歲小朋友的媽 然後今年我會挑戰我的出馬拳馬 在大阪十月一號的大阪馬拉松 從小就是我從幼稚園就很喜歡跑了 然後我都在我媽的機車後面一直追著她跑 就是要去上學還什麼 我都不想要坐機車 所以我就在後面追追追 所以我從小非常喜歡跑步 然後國中的成績不錯 所以那時候我就立志想要當國手 一度是放棄 然後一度是中間停了一段 然後第一次放棄是因為我 國高中的成績稍微突出一點 然後覺得外界壓力太大 我心裡沒有調試過來之後 就是成績拉不上來之後就是自我放棄 然後就是中間停了七年 然後七年也蠻墮落的 就是抽煙啊 然後也就是去夜店喝酒啊 就把身體也沒有正常 也是把身體搞壞這樣子 就是連一般去健身房走路 那些完全停就是完全不運動 然後我甚至看到運動會厭惡 就我看到電視有人在跑步或怎麼樣 我就直接轉台 就是已經就是陰影恐懼這樣子 中間暫停的時間我做過很多工作 我當過DJ 我去對我在那個餐廳工作 我在衝浪品牌店工作 我甚至連汽車旅 旅館的櫃檯都做過 就我很多工作都做過 是真的放棄了 可是那時候我很迷惘 因為我曾經是就是專職 就是我就是一切就是要當一個運動員 然後這個沒了之後 我突然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重新開始運動的原因其實很膚淺 沒有那種很勵志 我就是突然看到我自己的身材好像走樣了 然後就覺得 欸想說算了 不然我來稍微去健身一下 讓我的就是屁股翹一點的 就是以非常外觀的 然後因為我還有一些運動員的觀念 所以我運動前我都會先熱身 然後我熱身我就是習慣跑步 然後跑了跑了之後 就沒有停了 就是我我那 我記得我那一天就是跑 然後應該要停的時候 就想說熱身五分鐘 然後就跑 然後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 然後就越跑越快 然後就發現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跑步 只是可能以前被明跟利 沖昏頭之後 我有點忘記我的初衷 可是當這些什麼都沒了之後 我才發現 欸原來我 就是突然發現我還是喜歡跑步的 然後再努力把自己 就是訓練回來之後 就是懷孕了 然後這一段期間我也停了 差不多一兩年 一兩年 因為懷孕之後 我生完小孩之後 我的舊傷腹發 就是蓋子流失舊傷腹發 然後就是有兩度醫生 跟我說如果我再繼續跑下去的話 我之後可能連走路都難 對然後就一直努力的去找到一個可以 就是了解我是運動員的一位醫生 因為其他人就直接給我判定說 就是我不能再跑了 然後我就說可是這是我的夢想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那就換個夢想這樣子 就是蠻嚴重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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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